Hello 大家好 现在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看看如何检查机油 正确的检查机油方法 首先要动车 即是早上第一次 未开车之前 检查 拉一条鸡油尺 先抹去 然后再抹去鸡油尺 因为这个时候 机油绝对在鸡油缸 在鸡油缸底下 然后抹出来 可以看到机油到这里 也有机油 在这里 可以看到 它是去到上高点 OK 其实这个情况 是略为多一点 但其实是可以的 一般来说 因为现在都是20度 便机油是高一点 问题不大 但不要太高 最低是这个点 不可以低过这个点 由去到这里 到这里 都是完全合理的 这两点之间 或者这点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只要不要过了 这两点太多 在这个点位置 都可以的 如果上到这里 就要放一点油 因为太多油 会谷爆肝 其实油多 不一定是好事 对的 而且你的机油 不可以低过这个点 低过这个点 即是你机油 非常之不够 那五个机油 就要回到机油 那机油那里 在这里入 还有一个东西 大家要留意 凡是这些 解油盖 当这车去了这么一年份 你就要留一样东西 它这些 里面这个 胶 这块胶 是有得换的 是久不久要换的 你看到机头 很干净 很奇怪 因为我也是 半年那一次 走不到8000公里 半年那一次 我不管它 第二件事要留意 是水箱水 在凍车的情况之下 它是 不要太低 只有一半 就是对于这个 谁知道 液上 肤之下 就可以了 水顶 这条 这条 这条线 不是下底的条线 之间 就可以了 因为冷缩热状 你走过车 车口之后 车口热了 水会一直流 这条水涨了 热了就会膨胀 太多会倒流出来 就是太多会倒流出来 其实这个位置 有水 因为这里已经换了水 这个是 这个是 现在新的车 全都没有看 以前车里有个盖 给你开 现在的盖子 的盖子 盖子在这里 所以是不能动的 OK 玻璃水 不要入错 解油 水箱水 玻璃水 这个是 玻璃油 玻璃油 或者换电池 台梯的盖子 通常都要撞到盖子 你便要加上盖子 iao 用多少钱 可以让他更换 那以前就会有个 power steering wheel 今时今日 这些电子 辅助带盘 就没有了power steering OK 所以 就有那么多东西 查 以前电池少了 有电水 現在电池少了 不用加电水 所以基本上主要是波箱油 今時的車輛又不能檢查 亦都是定時定後去車房找師傅看 一般來說每輛車都有車主手冊 以及一個 Maintenance Manual 你跟著那本 Maintenance Manual 去做 就可以了 有什麼不明白,或者想跟大家分享的留言 多謝大家